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国卫院Podcast 我是主持人刘英秀 过去几年 国卫院一直致力科普活动的推广 最近更因为有许多企业的热情赞助 让我们的科普活动可以走出院区 深入偏乡的不同角落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绿佳科技有限公司林智能董事长 和杨岳珍董事长夫人 担任国卫院Podcast的特别嘉宾 林董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抽空来受访 还有董事长夫人您好 您好 谢谢 绿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 以Green Peaparts 绿色产业健康加分为主要诉求 推广预防医学及预防保健为主轴 绿佳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今年国卫院科普计划的赞助厂商之一 将与国卫院一同在科普教育及活动上努力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林董 我们请林董自我介绍一下 并且与听众朋友们分享绿佳科技的成立理念 与核心价值或者有什么亮点 好 谢谢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 我姓林 林智能 林智能 我是药师 我本身是台北医学大学 药学系毕业 毕业以后我就在外商大厂工作 这个时间前后有差不多三四年 算是一段时间 那我待过的这些大压厂 包含之前叫做交生公司 就是永生永生这个美国大厂 然后呢 我接着又到了另外一个大厂 叫做莫沙东MSD 莫沙东压厂 最后我进入到葛兰素GSK 这三个厂都是当初 我进去的时候都是世界第一大压厂 那在这个三十年的过程中 我蛮幸运的 能够在这个大厂服务 我就很用心的去观察 为什么这三个大厂 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压厂的条件 所以因为有这些经验了以后 到2006年 我五十六岁本来是想退休 那就后来出来创业 那有这个机缘 那在创业的过程中 我就非常感受到说 我如何把我的公司向这个世界大厂来学习 首先在我2006年创业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在2005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系的一个教授 带领他们医学系的学生 到美国MCCB河 去做一个临床的一个模拟 模拟试验 那这个试验很有趣 就是他把学生分三组 第一组在河的上游 第二组在河的下游 第三组叫学生开始跳到河里头去 然后就游下来 顺着水游下游 那游到下游的时候 这些学生就很疲倦了 这时候教授就叫下游的这些一些生人 去把这些人把他拉起来 他拉第一个还有力气 那第二个再跳下游 就是再一拉 就好像有连传了 第三个跳下去再拉上来 他就开始已经体力有透支了 所以到第四个 他说教授不要再叫我下去拉学生 我已经受不了了 这时候教授就带着下游的学生 又到上游去看 然后就跟上游的学生讲说 如果我们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他还没有生命之前 就告诉他你应该做异防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不要跳河 阻止他不要跳河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模拟的一个交险 所以教授很清楚告诉这些一些系的学生说 异防这种治疗 OK 那因为这个实力在2005年的时候 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报纸 我就非常向往 我说如果我成立公司的话 我要去做异防的这些工作 我不要去做治疗的工作 好谢谢 OK 所以这也是成立绿架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个理念 就是在这边这样子 对对对 也算是核心价值 是的 是的 所以公司2006年成立的时候 我就 其实我的公司是用green green是绿色 是 Depass 那这个绿色产业 后面加一个健康加分 就是预防一些 你先有这个绿色东西 然后呢来预防 当面身体更健康 这个健康加分的一个实验 OK 好哦 谢谢 我想请问您 为什么会想要投入科普教育呢 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缘由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好 对于国院的这个科普 我是觉得说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公司在2010年的时候 就开始跟国会院做一些研发 是 计算的这些工作了 那这么长以来 说真的 我们的一个观念 只认为国会院 它只是一个学术研究单位 单纯的学术研究单位 是 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到了两年前 不一样了 来了一位新的院长 听说这个院长很有实惠经验 因为他是从阳明大写的校长过来的 是 那时候我觉得说 真的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总是科普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对我们这个厂商来讲 我是觉得说非常非常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科普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 踏出学术研究单位的一个进入到实体 市场需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 是 OK 所以林董也愿意跟我们国会院在这个科普上面一起努力 是的 我想依我从国会院的这个十多年的一个产品技术研发到现在 说真的我一直衷心感谢国会院能够跟我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那当然今天梁院长来 以我们是绝对 他几双手赞成他所有的计划 谢谢 一不容许 真的是感谢 是是是 林董你有提到就是之前有技术授权 就是技术移转 这些产品 我们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绿佳科技大概是着重在什么样子产品呢 是跟这个P-PAR是有关系的 是的 我的主持人很敏感 好 P-PAR是这种东西 很神奇 是 为什么 因为他跟人的代谢疾病很密切关系 这个代谢疾病我们知道 因为现在的人生活环境比较好 尤其是从小孩子出生就注重他的营养 也就是说变成过度的营养吸收 OK 是 那你知道我们人体是一个平衡的 你这个过度营养 你如果没有把它代谢走的话 囤积在体内就变成了一个疾病 也是造成问题 这些疾病包含什么 所谓的悔胖 那悔胖完了以后就接着我们三高的问题就来了 是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是 好 这个高三高的问题如果没有控制 接着就 心脏疾病来了 心肌梗塞 然后中风 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接着也是代谢疾病很重要的一款叫失智 年纪大了一定会失智 而且是你有代谢疾病的话 比例非常高 是 好 即使没有失智的话 还有一个现在的寿命 癌症 是 癌症也是代谢疾病的一款 没错 没错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讲 这跟人有怎么样 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感谢国营就是提供了这个 琵琶这个 研花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从这边开始做研究 那经过这十七年来的研究 以及临床的一个实证 让我们在我们公司的一个经营上 更有信心 所以我们感谢这十七年来 我们公司营运的非常成功 今年跟我们一起投入这个科普教育 科普活动上 您之前有曾经参加过 或者是举办过 类似像科普活动 或者是公益活动 或者是教育推广方面的活动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非常乐意分享 因为公司在这样的一个成就 我们也回馈 这是我想起研中的一个发展 首先我们曾经参与过创世基金会 我们都知道 在台湾是行事多年 而且是帮助了非常非常多 这弱小的这些团体 好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参与了他们的一个活动 募集一些资金来帮助他们 好 第二个我们又参加了一个叫做 红世代基金会 好 那这个红世代基金我们都知道 它是这一艾滋病 这些病人 那我们非常积极参与了这个活动 好 那我们也参加了一个中华养生协会 这是一个教育机构 OK 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更健康 同时我们也去参访了几个中药厂 去了解所谓的科技 萃取的一个技术 OK 那这样子可以提升我们公司的能力 能量 以及人生好的商品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开始愿意更多好的商品 来回馈到整个我们台湾的社会 那这个就跟我们在做 在梁颖长现在要做这个科普 有很密切的一个理念的相同 是是是 谢谢 您觉得就是在跟国卫院合作 这个科普教育科普活动上面 律家科技可以扮演怎样子的角色 它可以提供怎样子的助力呢 可以跟国卫院形成一个互补关系 是的 刚才谈过 我们公司第一个 它是重视研发 是 非常重视研发的一个公司 因为有研发才有科学实证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好的 对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重视教育 我们公司非常重视教育 因为重视教育 所以我们公司从成立到现在 几半的这些学术教育 是 有大厂有小厂的 是 这个大厂小厂我们也有请了这些教授级的医生 针对医疗体系的这些药师或是医师来教育他们 这样教育的话 让这些在临床上的这些药师或医师 他们可以更具备丰富的这些医疗厂知识 来服务我们的病人 是是是是是 好 我大致上统计了一下 经过这十几年来 我们总共举办了一千多厂次的学术 那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公司是非常 反应数 对对对 学术的东西 是是是 那这样子我们非常乐意 跟伯恩在这次科普的一个教育上的一个结合 谢谢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 来跟伯恩来配合 那包含伯恩 如果需要我们在医疗体系这边来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是是是 这个我们都能够很密切来合作 谢谢谢谢 就是要借助您的力量 来把我们这个活动 他们精神推广到更多的角落去 这样子 对是 所以我们荣幸 谢谢 谢谢 好哦 那因为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就是 贵公司绿甲科技呢 跟国威院呢 其实在过去呢 有过技术一转 然后也进驻了育成中心 是 是 请问呢 贵公司对国威院的这个商话机制 有什么建议吗 好 我们对国威院的一个起习 是是是 好 那我这样讲 国威院自从两年前这个梁院长来了以后呢 是 我要讲他突破了台湾过去对邪术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思维 他已经真的怎么样走到前端去了 他了解社会上需要的东西 我要讲就是说 他愿意跟我们这种合作的厂商来坐下来 面对面来谈 是 也就是我们的需要 他也帮我们 那国威院需要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出来赞助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 算是一种连结 连结 对 而且我更深的感触就是说 他不但在学术这个领域 甚至怎么样 他还关心说 你们愿意投资在这种银花的工作上 是不是你的资金会不够 他还会找这些 投个东西来帮助我们 他说如果你需要 他也会帮助你 OK 让你们怎么样 勇气经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在这个科普计划这边 也就在21年 这个梁院长特别同事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科普计划 那这个计划 对我来讲 我深受感动 为什么呢 我有跟梁院长的讲过 因为我也是乡下长大的小孩 那如果你是哪一个乡下 我说台湾最漏后的乡下 就是在台东 你知道台东很有名一个叫做 北南 张卫妹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们故乡 张卫妹那个北南乡的一个叫 立家村 好立家村在哪里 台东很有名 资本文钱 那叫资本村 资本村的隔壁叫立家村 好 那个村完全都是原住民 那因为我在那边长大了 所以在整个休息过程中 真的是比较辛苦 所以当梁院长跟我们说 他有这个计划 这科普计划 能够去帮助这些乡村的小孩子 以后的发展 我很有感触 我说这个没问题 我有全力赞助 好 那因为这样子 他这种眼见 那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 尤其是生物科技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生物科技很强 没有错 他在这边做一个 奠利台湾这个根基很重要的一个处方 是 我想这个对台湾以后 我们会经验他 绝对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公司愿意全力来配合 好 那刚才谈到就说 我对公司有什么起喜 那公司能够来 来再帮助我们这个进驻的厂商 是是是 好 那我会这样建议 因为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 很多知道 因为我走到所谓的医防医学 我不再做药 我本身是药室 但我不做药 我做健康的一些保健食品 是 好 那这个健康保健食品 以台湾来讲 现在最高就是健康食品 小利人认证 这是最高的一个 一个证定 好 所以在这个小利人认证的这个部分 后面要投资很大的一笔资金 在做 OK 研究 是 好 那个研究完了结果 国家才给你一个认证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也投资了非常多的钱 在做这些研究 是 那如果国务院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都好嘛 对不对 我们就不要花那么多的钱 因为一关一关一关的 如果国务院能够建立这个认证的一个机制 或是有关这个机制网友的产品的安全检验 OK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国务院能够有这个部门 哇 这是我们对我们厂商的讲述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这样子的话 来提升我们厂商的这个商品的品质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愿意在做研究 投资 做研发 新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就希望国务院也能够找好的 这些科技人才来帮助我们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要往哪个方向走 那他可以来帮助我们 有好的这些人才 这些研究者 这个教授 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也帮我们就是 有的商品化能够推到国际 是 这个很重要 因为台湾终究是比较小 所以在台湾的这些国内外商品的通路 我想借着国务院在这方面的关系 可以拓展到很多 我们没办法去做的这些通路 那工作 好哦 我想这我们很期待 好 谢谢 最后呢 非常感谢林智能董事长 还有夫人 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也谢谢您 还有律家科技 支持国务院在科普上所做的努力 是的 谢谢 那是不是也请我夫人讲些话 好啊 对对对 夫人您对我们这个科普的活动 还有科普教育上有什么勉励的话吗 不感张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有一天也有机会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是 实际的参与 好哦 好哦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